今天法會這麼多人 這麼多上師 法師 比丘 哇 功德都能融入在這裡面 如果你有這個信心 你有這個悲心 你每天都很乏喜 怎麼會憂鬱症呢 沒有時間心情不好 隨緣嘛 要拿拿拿去啦 要吵吵去啦 我忙得做功德 所以不會計較啦 因為你要一直學布施 布施 布施久了 那你就不執著啦 不然你想要抓住什麼 你卻被他抓住了 更痛苦 更痛苦 放下吧 好不好 放下 放下是一種智慧喔 是一種力量 抓住是一種愚痴 一種痛苦喔 我怎麼生成這樣 怎麼有關係 心肝好就好 對不對 他為什麼錢不還我 隨緣 跟他結緣 過去欠你的嘛 心甘情願 錢又貪就有 沒有錢有 水也沒有 光水我就可以做很多功德啦 所以這個錢 拿來放生 拿來造佛像 拿來布施 錢有用 那個錢 拿來購物 燙頭髮 沒用 拿來買素食請人家吃 有用 所謂智慧就是 你懂得怎麼使用金錢感情呢 叫智慧 取捨 對跟錯 這個錢拿去賭博 太浪費了 這個錢買幾個水去供養 去布施去老人院 多好咧 何必拿去賭博 何必拿去燙頭髮 對不對 太浪費了 你學佛了你要有這個智慧 因為你要了解 怎麼樣可以讓你這輩子更快樂 來世更快樂 這輩子有些人一樣在上下班 賺錢賺那麼多 你也在上下班賺又不夠用 因為福報不一樣 所以各位懂得積福報 太快樂了 積福報以後 你隨便賺也很多錢 你要蓋幾間廟沒問題 蓋給人家拜 那你更有福報 所以沒有福報 那你更要布施 那布施從哪裡來 水可不可以 可以啊 聲音可不可以 歐馬尼北美歐 歐馬尼北美歐 唸給新加坡人聽 觀想 唸到大海裡面的生物 唸到惡鬼道也聽得到 歐馬尼北美歐 布施嘛 你可以做各種的布施 我覺得新加坡小小很方便 老人院那麼多跑不完了 你去那邊唱歌給老人聽 替老人做甘露詩詩 幫老人唸藥詩奏 幫他按摩 那你每天跑不完 你可以做很多的布施慈悲 一直訓練自己慈悲心 很快樂 所以這一張功德回鄉祭吧 帶在身上 隨時念好不好 拍在手機 每天要念 所以你到處留情 到處去布施 到處去幫助別人 所以佛教有兩個重點 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來 不傷害任何眾生 這是解脫道的 不傷害不造惡業你就沒痛苦 這是消極的 積極的 念一下來 救度所有眾生 對 我們要讓所有眾生脫離輪迴 往生淨土成佛 消極的 各位從今天開始 不傷害任何生命 這就是佛法 也不要利用各種方法去傷害到別人 包括佛法也不能 所以你從今天開始要發這個意願 不傷害任何眾生 一隻小螞蟻 一個人也不想傷害他 你做生意 要做到貨真價實 對不對 絕對不想要傷害對方 這個就是修行 因為你傷害對方 一定傷害自己 這沒有別條路好走 一定傷害自己 你幫助對方 等於在幫助自己 結善緣 所以結善緣很重要 像我是個出家人 我天天走到每個地方 過去是我一定要一直一直 像今天 我喉嚨不好 這麼多拉瑪 比丘在幫我們念經 哇 我真不想下來 他們好好念 他們大超度厲害 他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幫助他們 所以各位呢 佛教最主要告訴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道理 念一下 互相幫助 互相依賴 永遠記住這個 不要討厭任何人 你討厭任何人 你討厭任何人 就討厭你自己 所以有時候 你最討厭的人 都是你過去最愛的人 你相不相信 人有錢是的 你最恨的是你過去最愛的 就這樣而已 你現在最愛的是 你過去最恨的 因為你欠他在 你欠他很多 昨天有一對 爸爸媽媽 算很有錢 他小女兒才八歲 兒子已經都讀大學了 他說這個 跑出來的 跑出來的 他們沒想到生 結果這個小女兒很難帶 他們兩個有錢 經常去香港國外玩 也要帶他去 不帶他去 他哭到天亮 帶他去他也哭到天亮 然後帶他去百貨公司 他就跟你哭到亂七八糟 然後大家都在看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很丟臉 從一歲到五歲 然後再來 開始讀幼稚園 APC都背不起來 湊不起來 26個字都湊不起來 他們兩個煩得要死 後來 不知道誰跟他講 改變一個方法 兩個人就一直很愛他 很愛他 慢慢就改了 改了 現在八歲了 然後他們講到老半天 我們法師打坐 就跟他說 可以講真話嗎 他問我 師父可以跟他們講真話 我說可以啊 他問就要講真話 這個小女生是他這個老公的小善 前一輩子的小善 然後呢 然後呢 老婆出面了 把這小善趕走 所以呢 這個小善 兩個人都會對不起他 因為先生對不起他 對不對 太太沒有體諒他 所以現在呢 又來討感情債 現在脫胎做他們最愛最愛最愛 所以呢 他一定要讓他們兩個痛苦的鑰匙 一定要很愛他 不然就痛苦的鑰匙 好 那問到這個地方 那個小女孩子八歲很厲害 馬上問他媽媽 媽媽 然後呢 他媽媽就在那邊笑 他就問我 師父他想問你 他幾歲可以結婚這樣 八歲你就在想這個事情 好 所以 他老公就很承認 就一直摸他 對啦 對啦 愛人 我對你好一點 你不要這樣 這個叫感情債主 所以各位這個東西很簡單 那他太太 雖然一聽不太舒服 但是她想 喔 因為我上輩子對他不好 所以我這輩子真的好 對他好到不得了啦 所以各位這個就是 很簡單的 因緣 所以這輩子你對他不好 就是因為你過去跟他的感情的問題 你這輩子欠他錢 是因為你過去沒還他錢 太欠債 對不對 很簡單 所以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哥哥弟弟 都是有特殊的因緣的 只是你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你那天有一位媽媽 她就問一個 喔 我好愛我兒子 我用所有的錢 我一定要讓他最好 但是我天天 心裡都很擔心他 他兒子得癌症 他用最好的醫生 最貴的錢 現在癌細胞 好像檢查是沒有了 但是指數一直降不下來 他就怕他走掉 原因呢 我們法師給他看 做你兒子做多少事都短命而死 都短命而死 為什麼有這個痛苦呢 為什麼 因為過去啊 夫妻好淫欲 邪淫 欠感情 所以你現在呢 就會很苦 為這個很苦 那怎麼讓他長壽 不是讓他看醫生啊 就是要 懺悔邪淫的業障 而且跟他老公說 你千萬不能外面再有女人 不然你兒子就會死 因為你去傷害到別人 你就會領受這個愛別離苦 又喜歡吃火海鮮 又喜歡血飲 然後就會造成這種雙重的痛苦 所以我想我們每個人身上的 所有所有所有的痛苦 那都是因為我們的 貪嗔痴 這種煩惱 那領導你去造業 所以你就有那個苦 所以如果你這個不要再生氣了 不要再貪欲了 不要再造業了 你會發覺苦就沒有了 一般都是找醫生 找醫生一直吃藥 一直開刀 事實上 你只要改變了就好 所以早上也 昨天來一個老媽媽 她也 因為她得癌症了 滿久了 她是 也沒有什麼用 吃藥 她現在只能一直 一直做功德 一直做功德 然後呢 看能不能好 但是還是沒有很好 那我們法律師就跟她說 你不要生氣就好 她說跟這個有關係嗎 那我就問她 那你為什麼會生氣 因為我女兒不讓我吃飯 不讓我吃麵 她認為我身體不好 只能吃那些 吃那些不愛吃的 她為這個很生氣 這樣 一氣然後她的癌細胞就一直發作 所以各位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問題 那 如果你透過你親戚朋友 你也知道 你的問題在哪裡 你脾氣不好啊 太急啊 那你把這個改掉了 那改掉以後 那個因 那個病的因 痛苦的因就沒有了 那如果你不想改 她就一直痛苦一直痛苦 這樣 所以佛法就叫我們 這個煩惱膜會傷害你 你就停止這些 那你的痠痛就不見了 當時當然有一種痛 我早上有講了 婦女病 那大部分都是墮胎的問題 腎臟病 大部分都是血淫的問題 傲慢心 傲慢比較強的 骨頭會有問題 那我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 修行在心態 所以打坐是最快的方法 你打坐的那個時候 或是你專心念經的時候 那心態那個時候是平靜的 平靜以後 那個病的因就不會再一直 不會再一直push了 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那如果你念經 那更好又有佛力的加持 把這個業力減低了 所以我聽了這麼多 我就發覺 事實上一點困難都沒有 你懂佛法了 就可以改變 但是基本的問題 就是各位的 初衷煩惱要斷除掉 初衷煩惱 像我 我已經被三次宣布癌症 因為我媽媽也癌症 我爸爸也癌症 我哥哥也癌症 因為我家有這個供業 那我出家也是因為我媽媽癌症 我跪下來送地藏經 發怨 結果我媽媽好了 到現在二十七八年了 沒有發作了 所以這個跪下來 那個時候我跪下來 當然我會跪下來 因為我媽媽正在痛啊 在那邊 整個床都在凍凍凍凍在醫院的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是跪下來 那時候我的福報很好 人家剛好給我一部地藏經 所以我跪著為我媽媽念地藏經 而且我看完地藏經 我就隨地藏王菩薩發怨 我將來有機會我要出家 我有這個為我媽媽懺悔 我又發怨 所以我媽媽馬上好 就很簡單 我比別人的好處是我深信因果 我從還沒有出家以前 我的朋友就會打坐 打坐以後看到什麼都跟我講 所以我非常相信因果 我一點點都不敢犯因果 而且因為相信因果 所以我就很盡力 不敢 我教各位上洗手間 要怎麼上才有功德呢 你要上熟悉人 先拿兩顆米丟到馬桶 馬桶裡面有大英鬼小英鬼 佛經寫得很清楚 所以你上洗手間 你不布施給他 你不慈悲 你不符合菩提心 因為大英鬼小英鬼 只能吃你的味道 這樣而已 很可憐 那以其當你吃你這個臭味 還不如我給清淨的米 對不對 翁翁翁 然後給他沖下去 哇 他給你 多謝感謝 然後你 你再給他念翁翁翁翁翁 他搞不好馬上去轉世了 他生生世世 但是就跟你結善緣 你何必讓對方吃你的臭的東西 因為明明有 因為他們只能註定吃這個味道 這樣 所以我每次去洗手間 一定會帶這個 哄啊哄啊哄啊 哇 今天吃好料了 沒有發臭的 然後我修的功德也哄啊哄給他 這樣就好啦 那你跟他結善緣 這個鬼變成人 然後他來幫助你 幫助你 所以就像我 老實說 剛剛我們戰性法賽克說 師父 你每次法會 都很多喇嘛幫你在念經 對啊 過去你都對他們很好的 當然我說良性循環啊 對我們更好 我們更供養啊 互相幫忙啊 一直幫忙啊 所以各位 你了解這個 你今天事業要旺 你修行要有助援 那你要學著開始幫助別人 不要有所得的去幫助別人 不要有目的的去幫助別人 不管你是法師也好 辦道場也好 我就純粹要幫助別人 我無所求的幫助別人 那這樣人家自然幫助你 不要花什麼心機去設計別人的錢 所以我從小就被算命算好了 這個人帶我不用本錢 我真的是這樣啊 對不對 我丈母娘來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娶我女兒 啊我說啊 我什麼 什麼結婚 你只要娶我女兒 你都不用煩惱 這樣而已啊 所以我就結婚了 所以我真的 臭我不用本錢啊 然後我做什麼事情都人家幫我 弄好了請我去做那個位子 弄好了請我去做那個位子 他們投資 怎麼投資也賺不了錢 用我的名字就發財 所以我就分紅 哇我的名字真管用 用我的名字去就發財 所以我自己也知道 我這個就是過去修的福報嘛 所以你要 那所以我這輩子更努力修福報 對不對 我比別人更努力修福報 所以那修福報你就可以處處跟人家解善 我們沒辦法用生命血去跟他解福報 但是你做得到了你就要去做嘛 啊 因為佛陀是用血跟肉跟生命去跟眾生結緣 那個煎熬地神做證明 魔要障礙佛陀的時候 煎熬地神獻出來 他在每一個徒地上的大布施 超過你魔王對不對 魔王你不過是受一次八關宰戒 所以你做魔王 所以各位要多做八關宰戒 你可以做魔王 意思說你有力量 你有力量 那你有善的力量 當然不要有負的力量 有善的力量 你可以去幫助很多眾生 再來 懷孕可以參加大蒙山嗎 當然可以 對不對 做一個兩個德 懷孕可以消災超見法會嗎 都可以的 小朋友 你要來小朋友在肚子就可以做功德了 當然有人問我說 女人樂士期間可以參加法會嗎 請問誰肚子是乾淨的 你跟我講 沒有可能肚子是乾淨的 所以這個不是問題 我想參加法會是心態乾不乾淨 不是身體的問題 心態清淨比較重要 所以更要來 而且讓小孩子就極功德了 他說他從七月初一開始做煙供三個多月 每天晚上睡覺都有人在我的房間 我很怕 我晚上沒有做煙供 就沒看到人在房間 請問要繼續做嗎 你不做 他就來了 這個在你房間不是外面的眾生 是因為你做了煙供 沒有給你的冤親在主 你的冤親在主 跟你有緣的沒有得到 他來通知你而已 所以你沒做他就不用來 你做了 我愛的 所以來 發揮功德 回向你身邊 所有的冤親在主 所以你試試看 你現在做煙供 今天又教你這個水 你就拿一瓶水 回向這個功德祭 然後累劫累世冤親在主都得到 就像賓伯沙羅王功德做越大 冤親在主就來找他 了解嗎 因為功德做很大就來找他 因為你沒給他 應該是如此 所以每個人 沒辦法 累劫累世冤親在主太多 超渡不完的 你這輩子超渡完還有上輩子 上輩子超渡完還有上輩子 但是你要 修行雖然很苦 但是可以消業這樣 那這些冤親在主 你福報越大 冤親在主越來找你 因為你 他需要你幫助 是你欠他的嘛 所以叫冤親在主 所以各位你要記得回向 為何做夢會喊阿彌陀佛 太好了 但是 我認為睡覺最好的方法 睡前唸個心經 唸個普門品 或是你喜歡唸大悲咒 或是唸阿彌陀佛 唸完以後 整個身心空掉 融入阿彌陀佛的心 融入利度母的心 融入喪屍的心 融入喪屍的心 然後就睡覺 然後每天都這樣唸習 也讓自己放下自我 身心都融入空性 融入沒有了 那沒有就融入到你師父的心 或是蓮花生大師的心 蓮花生大師又融入到法界 然後就這樣 每天這樣唸習 弟子學了菩提道次第論 忠 忠大師說我們所造的業 已造不失 可是為什麼 會有一念稱心起功德 稍為零 這裡面講的就是 你造的惡業永遠不失掉 你造的善業也不失 但是有些因緣會讓你改變 就是稱恨心 這個稱恨心你的善會消除掉 惡永遠更在 所以這個不失告訴我們 千萬不要造惡業 因為善惡的業報永遠不失 但是你的念頭 可以把這個業淨化掉 變成淨土的業 變成菩提業 但是如果你選稱恨心 那這個善業就會不見了 當然這種從下世道到中世道 所以下世道講的就是善惡業過不失 中世道告訴我們 你要解脫 你這個善惡業會造成你輪回 你都不能執著 善世道講的是菩提道 你要把你所有的惡業消除到 善業回向淨土 回向成佛 回向眾生 這樣去解釋 請問還沒有皈依佛教 但現在已經開始念大悲咒心經 這樣可以嗎?可以 但是如果你能夠有信心 歸一三寶 再來念 那力量不一樣 功德福報不一樣 所以信心很重要 歸一三寶是個信心 那你有信心 那當然更多的加持 是不是要歸一以後 才可以做焉供佛供 打坐修法 比較好 因為人還是有一些 因親在主 業力 歸一你就有歸一的三十六個護法神 守戒也有戒的護法神 如果你不持戒 這個正的護法神不會來 負面的這些不好的進到你身體 偷你的功德 你傷害就很大 這叫功德賊 他就要破壞你 享受你的功德 所以你持戒就不會有這些負面的 然後你歸一 那當然我們做焉供火供 就是希望普渡眾生 那普渡眾生還要加一個菩提心 那你菩提心的心就代表譜賦一切 比如說我發菩提心 真正發菩提心 那整個地球所有的生命 有形無形都是得到你的大悲心的加持 所以你用菩提心去做焉供念咒 他們就會得到 那重點是怎麼才叫真正發菩提心 那為了發菩提心 所以你去了解菩提道次第可以 為了發菩提心你去研究大乘經典 但是菩提心以大悲心為根本 那你要對所有的眾生都生起一種 剛剛講的一種承擔他的苦的責任 那你要形容大悲心 最容易形容的就是 你對你兒子對你最愛的媽媽 你看他受苦你心裡就很痛 這個叫大悲心 這個只是一個對你媽媽的一個悲心而已 叫有緣詞 那我們講的大悲心是 你對所有有佛性卻不知道他有佛性 還在造業輪迴受苦的眾生 心裡想到他們就很痛 你對所有眾生的苦都很痛 就像愛狗的人 愛狗的人知道幾隻狗在痛他就很痛 因為他愛狗 對他來講所有狗對他是平等的 那我們講的大悲心 各位所謂你要有大悲心才能夠真實發起菩提心 那發了菩提心 你還要能夠守護這個菩提心不退轉 那你要有空性還要有菠蘿蜜 這樣才就更圓滿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讀佛經 以佛經為準 以論為佛 千萬不要只讀論而不讀經 這個會很痛苦 因為佛經是佛的加持 你要研究菩提道次第廣論 你最好把華言經或是一些大乘的這種成佛的經典看 然後呢這個論來告訴你怎麼樣的抓重點 這樣可以 有這個經做基礎 以論做基礎你的資量才圓滿 進一步你要去修密 有這種菩提心的善知識 才可以讓你正得空性 什麼叫不退菩提心 是什麼 你必須要感受到他的菩提心 你才會知道什麼叫菩提心 父親剛過世兩個禮拜 做什麼功德最好 可以知道他去哪裡嗎 按照地藏經 替他至少送七遍地藏經 消他三二道的業障 按照地藏經 多幫他修功德 照佛像布施放生點燈 他消業障讓他有福報 然後盡力去做 以地藏經消他的業障 以阿彌陀經引導他去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最大的功德可能是你的心態 如果做子女發起地藏經的這種菩提心 那你就很容易引導你父親有這個心態 如果他沒學佛 那你更要以深刻的修學佛法的心態 跟功德來影響他 造了什麼因四十歲 會長超多的白法 做什麼可以改變 這上面寫好的答案 斷淫欲 補聖 有一個肚子 都會有肚慎 有時會有肚肉 下.... 上面寫好了 吃素 千万不要吃鸡蛋牛奶 要放乳牛 念108部地藏经 小野藏 你会说念那么多 你就继续念就好了 反正就朝这个方向至少吧 但是念完地藏经 不要光回向你自己 也回向你的祖先 回向你的云青在主 回向法界众生这样地藏经力量更大 因为你已经长了肿瘤了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消夜 但是不要让它留在长大 所以一定要吃素 不能喝牛奶 特别是牛奶制品 包括加了牛奶的饼干 还有蛋 因为蛋是母鸡的嘛 再加上多供根供水 事实上 我经常听答案都差不多 如果你也是这样 你也不用问了 你就这样去做就好了 但是送地藏经真的是小大业 然后也有生病 第一个要做的都是要吃素 吃素 因为这个肉 特别是痛风 你吃肉多 毒素就会累积在你的下半身 然后你就脚不舒服 痛风脚一大堆 那天有一位女菩萨 我们在参加法会 她上来问 她说师父我从头痛到脚就是没死而已 你问我怎么 她问我怎么 好 我们再打坐看 你有杀鸡 有杀鸭 有 又很喜欢生有 就这样而已 从今天开始忏悔 不能再吃鸡肉鸭肉 不要再吃素 要把这些鸡鸭 多放鸡鸭 然后呢 超度它们 最好的方法 送地藏经 那你只要去做 不要说108遍 你念了7遍 你就自己就知道 哦 轻松了 轻松了 你就会不退转地去念 就是这个方法 不是太困难 我回答完了 然后 今天要发给各位一个结缘品 现在便发 因为感谢我们三代祖师 来承办这次法会 所以我们有做了三代祖师的 这个形象 要发给各位 如果你把它当作地藏菩萨 也可以了 下面有写个三代祖师 还有一张三代祖师的念诵文 大家也发一下 平常你可以这样来齐请 我们新加坡跟三代祖师有缘 今天各位来精英堂 跟精英祖师有缘 那 所以 平常你可以称念 那三代祖师这边有七请文 然后也有三代祖师 过去成佛的 披生佛佛的祭语 那这个祭语讲的就是空性 虽然我们造恶 还是修善 但是 这个 罪跟福 本体也是空性 凡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生生灭灭的 那佛教的根本就是解脱 太重要了 佛教的根本就是解脱 不能解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贪嗔痴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了解空性 你才能够进化你的贪嗔痴 不然你会觉得它是存在的 快乐是存在的 痛苦是存在的 那你就会排斥痛苦 所以这种排斥就会变成嗔痕 追求快乐就变成贪 不了解这个空性就是愚痴 那就造成邪见 甚至条件好会傲慢 长得漂亮 家里有钱 出生好就会很骄傲 这个傲慢所造成的病 会痔瘡 骨头不好 眼睛不好 眼睛不好就是傲慢 因为眼界高嘛 看不起别人 所以不一样的贪嗔痴 有不一样的病的问题 作为焉供可以念三皈依吗 最好就像我们放生的时候 我们也引导他们能够皈依三宝 只是我们念的时候 你观想本师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跟你同一面 不是皈依你 是皈依说婆三圣 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 作为焉供的时候 念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神 皈依唐 要这样观修 我收养一只被印度家庭遗弃的白狗 法名叫李苦 她往生后 我梦见她化身一个印度女孩来看我 她要走的时候 忽然有一位老太太追着她 叫她不可以去投胎 请教师傅我怎么样 可以帮到这只白狗 法会功德 回向离苦 白狗 怨其离苦得乐 恩阿佛 那再问深一点的范围 就要问 暂时 暂时 深一点的范围 到底她现在如何如何 我昨天晚上梦到三个穿白衣服的 两个男生一个女生摸我的头就离开了 这是什么意思 超出我范围 我母亲有剁过胎 跟这个事有关吗 这个你要问一下 我的母亲两手麻痹腰痠背痛 要送哪一部经 有可能是堕胎胎儿 然后如果你母亲有堕胎 那你要超度她 除了帮她龟三宝 向她忏悔 也请求你母亲跟她忏悔 然后你可以替你母亲送地上经 乃至刚刚讲的跪着念 那加上你帮她点灯啊供水 那让这两个胎儿 或是几个胎儿 感受到你对她的爱 或是你母亲对她的爱 那这个爱之前有一个忏悔 各位记住喔 超度做胎胎儿 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 爸爸妈妈对她的爱 疼爱她 这样了解吗 她就会感动 而不是说我要把你超度走 念了老半天 写了百分你都不走 你一点都不爱她 所以她怎么会走呢 你把她给 你爱她 对她做功能 她变成天人像 她早就在加持你 帮助你 感恩你 她根本不会附着在你身上 你不需要去敢不敢 所以如果你以排斥她的心态 来超度她 超度不了她 而且她会更恨你 会让你更痛苦 应该这样说 所以 如果有空你可以 问一下 所以来 法会功德 会像此两男一女 梦中白衣人 也会像你母亲 的流产胎儿 也会像她两手麻痹 腰痠背痛 的冤心在主 业力在主 同享功德 她的儿子认识一个 同性同籍冠的女朋友 自从她们交往一年后 我丈夫就离开了 往生了 后来外婆又离世了 三个多月以后 女方的爸爸也过世了 我儿子很烦恼 听说同性同籍冠 会生下有问题的小孩 请师父指点 上面有答案 不是 不是因为同性同籍冠的问题 这是因为个人的因果业力 所以并不是因为你们认识 而让他们找往生 是因为他们的因果业力 在这里面 只能 当然 站在佛教 我们懂得替他忏悔 修福报 回向给他们 最近 在兵营 两个星期天 天天做焉供给兵营里面的众生 我隔壁的 室友的橱柜里面 发生 发出了有人在 咕噜 的声音 第二天我便喷甘露水 下回遇到此事要怎么办呢 那我想 你既然懂得做焉供 就知道有众生 然后 这个不会伤害你 只是你要对他慈悲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就回向给他们 甚至因为阿兵哥的兵营里面 一定 会有这个特殊的现象 因为战争死亡了太多 然后 那对你来讲是一种断我执 最好的方法 因为怕鬼是一种我执 知道这样吗 我执 怕自己受伤害 那你越要突破这个我执 最好的方法就直接对他慈悲 对他慈悲 一次 两次 三次 就像祝念 各位第一次去替往生者祝念 你会怕 因为很担心看到他 但是你一次 两次 三次 你会发觉 你还可以跟他说笑话 那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所以你怕你萎缩 你退转了 那对你伤害就很大 因为这个孕心在主 如果你真的有孕心在主 他还是在找你啊 而且你已经懂了 老实说各位你要了解 像各位你有做焉供 或是你有受菩萨戒 你有在诵经 你身上就有光 然后这些可怜的众生 当然要跟着你的光 以其被动还不如主动 所以各位你在做任何功德 你要观想身体放光 功德变成光 嗡阿喉 主动布施给他们 主动布施给他们 甚至你去观想 虽然你在家里念 你没有去兵营 你没有去那个地方 但是你这个光你还可以观想给他们 所以我们念嗡阿喉 就要这样观想 嗡阿喉 全身放光 融入法界 因为这个光 就把你的功德带到那个地方去 就像你今天在这边新加坡做 你过两个月要去欧洲 那没办法做 但是你只要有回向或放光 他一定要得到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在那边做 但是如果你真实发起菩提心的人 你不用观想 因为菩提心普复一切 如果你真实有菩提心 了解空性缘起的道理 那一切处都被你回向到 所以菩提心的力量很大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 你只要主动去想 但是如果你真实发起菩提心的时候 以及了解什么是菩提心的时候 那你自然就到达那个阶段 好 大概都回答完了 那我们等一下 这一章 来 念一下 各位手上拿着三代祖师 今天 我们金银堂很慈悲 特别宝宝 三代祖师国际联谊会 把他们的三代祖师 请到后面的上面 弥勒佛下面 然后也请了 经典 然后代表出家人 共 齐请三宝 然后因为希望明天的超度 除了请请我们金银堂 佛菩萨祖师加持 更要祈求三代祖师加持 诸佛菩萨加持 所以我们就 念一遍 祭语 大家一起念 手上拿着三代祖师 希望这个 也得到三代祖师的加持 诸佛菩萨加持 得到一种开光加持 那如果你要带可以带 如果你可以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因为诸佛菩萨 诸佛同体 只是透过一个门 得到所有诸佛的加持 如果他有因缘 他当作地藏菩萨可以 当作三代祖师可以 好 大家念一下三代祖师祭语 来 三代祖师 硬化龙虎 本机古佛披射符 作画道非虚 重罪消除 归礼正真如 南无度仁师菩萨摩赫萨 这里面讲的就是三代祖师 因为他是过去七佛的第三尊佛 那三代祖师是他的化身 所以叫三代祖师 他当初是硬化在福建的龙湖 那边有个湖 所以过去他是披射佛佛 古佛的四线 而且他往生的时候是作画 年轻的时候做画 所以他修道是真实成功 而且我们礼拜称念可以消除业障 重罪消除 而且希望能够正的空性 归礼正真如 找到我们的自信佛性 自信佛性就是空性 空性的表现就是菩提心的圆满 大悲菩提心 所以度仁师菩萨 所有佛菩萨自现来度众神 我们都叫度仁师菩萨摩赫萨 那彼世佛佛讲了这四首祭 大家一起念一下 来 甲介世大以为生 心本无生 因尽有 前进若无 心亦无 罪福如患 起亦灭 好 那这个是彼世佛佛留下来的祭颂 也是唯一的祭颂 就像释迦牟尼佛留下来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个祭颂 当然佛陀 这个是他的正法 奇所以他也留到经典 彼世佛佛就没有了 但是这四句话也代表他的精髓 要让我们去了解 甲介世大以为生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合的 而且这个地水火风它是不稳定的 就像两只蛇朝上 两只蛇朝下 火风朝上 地水朝上 但是经常在打仗一样 所以四大不挑我们就生病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幻化的存在 心本无神 因尽有 所以虽然有这个四大是因缘和合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心 那这个心到底在哪里 这个心本来就是 就像心静如水的 就叫空性没有分别 空就是对万法都是平等没有分别 但是因为境界你起心动念了 那就升起了贪嗔式的心 就有分别 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心又恢复 那你要知道这个心只是一个存在 而不是永恒的 前进若无心亦无 所以你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早就没有了 那你的心还执着在那个事情 那就变成一个不好的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万法都是生能灭 生能灭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所以你的心不要随着这个生灭在转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那你要保持这样 那你就可以找到自信 所以自信就是你去除 贪嗔式的分别心以后的本性 但是如果你起心动念 对这个前进后进 一直在追求期望将来如何 就像一个女人谈恋爱的心 他就乱了对不对 他就没办法了 他就依靠执着 认为那个是真实的存在 他就想要抓住它 那就会很苦啊 所以如果你有空性 了解这个身心都是空的 照见五蕴皆空 色是代表四大 受想形式代表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心也不过是这个 受想形式的组合 所以要这样去看待一切 超越身心 但是超越身心还是要断恶修缮 但是虽然我们断恶修缮 但是也不能执着 一执着 你这个福报会让你升天 那你也会骄傲 你也不能脱离轮回 罪业虽然来了 罪业我们就好好去忏悔 但是痛苦本体也是空性 你要超越 所以罪福如患其易灭 所以不管快乐或痛苦 只要它是存在的 万法都是虚幻的 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我解释的不好 但是我尽力 但是不是光解释 各位要把这个寄予 当作你的生命 法要入心 你要随时观照你的身心 是如幻如画的 你不要让你的身心 执着哪一个点 虽然身心是如幻如画的 但是要广照善业 断恶业 但是你广照善业 但是你要回向菩提 回向众生 目的我们要追求佛头的智慧 来普渡众生 而不是在执着那个善业 但是恶业你叫忏悔 也有空性去超越它 所以思维空性 是消恶业最快的 如果你能够正入空性 所有的业障都没有了 所以批射佛佛垂应现 传心灵迹要禅门 三代祖师是属于灵迹宗 不叫中国禅宗 有朝动宗 天台宗 各种的教派 然后它是属于灵迹传心法 广化十方度群品 所以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视线成十方的视线 三代祖师 四代祖师随便你 你要视线成在家出家 动物都可以 所以这样来起手 三代祖师尊 南无禅宗 灵迹法脉 龙虎躺上 三代祖师 所以念一下 南无三代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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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各地战祖师 馅 白了! 明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